主要看第一局 因为马龙进入状态比较快 第一局如果说梁静坤能够缠住 这球就有得打 尤其是开局 好球 他们这优秀应该是眼睛多尖的 差马能看见 从电视上就晃了一下 对一般人一般人一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 这是个运气 你看马龙跟梁静坤打的时候还是想拼命的用正手 用正手去上手 对 你看待一次还是有点怕啊 对对对 你看他撤出来马上手就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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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撤了一个发球 马龙战术还很坚确 对 你看上来战路还很坚确 还是在前三板力球一变和快 所以马龙的变化一定会很多 如果说梁静坤 不注意他的变化很难 对对对 他东一下西一下再抢你几个 一下就乱掉了 对 你对这么优秀运动员实力很强的 你一定是要很严谨 对 他不然他骗你就可以随便给你骗赢了 他一局光剪你 五位师傅剪好一个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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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打到网上了 就是机会 有小失误啊 其实昨天解说老师们也都说了 你尽量不能让自己的节奏被对方熟悉 因为对方是要打乱你的节奏的 对 马龙前三板子非常细腻的 加油 加油 打球啊 就就像这个频道一样 你有你的频道 他有他的频道 你要跟着他的频道走 你就差不多了 那你要把对方的频频道能够慢慢移到你的频道上来 对 扰乱 对吧 你就就有戏了 加油 平成了 嗯 你看 所以要赢马龙满男的 但是刚才马龙上来就说了 他现在是一个鼎盛时期 对 你看他对球的球的处理 那我该冲冲 我不能冲 碰我拔一板 有点旋转 节奏好 这个就变化节奏 而且来自每一拍这种压迫感特别强 对 他五位师傅少啊 嗯 马龙现在打球才是真正能够感觉是快乐乒乓球 对对对 本身他的技术就有这个能力 再加上他突破了这个内心 对对最大的这种障碍 其实马龙也是 也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 对 我记得从06年啊 06年啊 06年团体赛 那个布莱梅 布莱梅开始带来打 对 对 哇这个太湿了 一直一走过来走到16年 对 李悦真正的完胜 对 马龙打乒乓球的这个天赋还是非常非常高 是 对球的理解也是非常深的 嗯 就是像像我们现在就是外海人很看看的不一定那么清楚 就像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职业 呃这种运动员包括呃像这个领队啊表哥他来讲 今天其实都能明白什么 打乒乓球一种是打球还有一种是你能够会打球了 对你光打球 其实就像什么就像梁静坤他们现在就属于先是光打球 对 不是说会打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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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你 呃最我保险系数的球里头然后还不给对手空间 这种球就是最好的这种节奏了 就是这到一个警戒了 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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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马龙果然上来发动很快 对上来就大比分领先 而且变化也多 对啊 就是你会感觉这个年轻选手在和马龙对决的时候 就是马龙给对方施加这种受迫性的 迫使对方失误的这种球非常的多 他布局很严密很严谨 对 是很有针对性的 功 节奏 变化旋转 控制 啊 他掌握得很好 他先上来就先发个长球对 对吧让你注意力先下去对 先乱一下对 然后再再打短呢让你人上不来对 不敢拧因为梁静坤的反手拧是很好的 不敢拧了你上不来了 所以这打球都是这种有这种这个战术战术在里面 所以你单看技术单向技术 说实话 所以很多年轻选手也很很好很先进 对 但是你要真的打综合 打能力的打打这种经验的时候 那就不是一回事了 对对 就是他在对决中也能出现像刚才这种好球的这种局面 但整体的统治力就是确实是 对对你说的统治力这个很关键 马龙上来发第一个长球 其实他也没想赢那个球 对对对 他就想打乱的 对对吧 其实他主体还 就第一局目前来就发那一个长球 这主体还是发短 对对对对 但为什么上来就发 上来发这两种 第一 比分还没到最后我不紧张 第二我上来发先给你让你下马威 让你先下去人 然后再给你打上来 他都是就是一个牵制你 而且从年轻的选手来讲 要再玩这个有可能是长的 他才的短 你看其实才的短很重 对对 他缠的只是牵制你一下 对对 来到了第一局的这个局点 嗯 加油加油加油 马龙现在首个四个局点 应该拿下这一局还是没有问题的 哦打碎了 所以刚才都说了这个马龙上来开局的是非常好 对打开局抢开局是非常好 马龙第一局胜率是非常大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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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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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就是压了两分一直在压两分 就在开局那几分一直压住了 加油加油 加油 梁静芬 加油 加油 这个时候很关键 这球主要就看梁静芬敢不敢人敢不敢扑上来接了 啊 啊 哎 就那一个长的以后 整个所有再短的计划就没有 没有几乎接的都很差质量 没有给留任何机会啊 而且梁静芬来讲他本身白短就不是他的 特长 对 他的反手拧是他整个的主体结合的时候 嗯 而且他的球发的偏阵手还有点长 对 不特别短所以你拧吧不好拧 你上不来人 上不来人 对上不来 但是就看你为什么要跟对手去拆 有可能我上来先等两个短的了 你可能就要长的了 有可能我上来先等长可能就要短了 就互相去拆 嗯 你看 马龙这个球 反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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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对 他最好是这个地方 我就不给你弄这个点 但是最后我就打到你这里了 对 就是要要和钱是 其实还是这里 又又去问你 马龙打球真的很动脑子 你看他变化的发球的点 那变化 是 这是我们足球战术大师 对对对对 布局嘛 就是布局对吧 他有很多那种战术 然后把它不同的拼凑起来组合起来 哦 哇 好样的 打起这样子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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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你知道吗 你真相识他 他的还有机会 你看他也可以 对对对的干都行 对 但是你要真玩那个细活 哈哈哈哈 在这种对决中可以看到 他这种力量的优势感觉又凸显出来了 对啊 这这 哈哈 熊大的感觉 这是赞美 这是赞美 超凶 而且你看这个 这个梁静坤他发球里头几乎就没啥太多的变化 对 基本就在一个点 马龙接起来相对来讲 就容易好好拆啊 对对 我想摆短想拧想捅长 然后后面衔接也比较容易 但是梁静坤为什么不发这个逆旋转这个球 一直发这侧旋 这个球其实梁静 发逆旋转应该也是好球 哎 有的时候像他们这种年轻的我觉得有时候 他可能想都想不起了 大大蒙了 蒙了上去以后一直被压着 对 他也想努力 一直喘不过气 但是喘不过气了以后他也不知道 找什么机会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会懵呢 就一直跟着别人的节奏走 对 别人牵着你的鼻子走 等于是 对 就像老师和学生一样 老师愿意给你出题 你愿意解 对 你解一道题我给你出一道 解一道我给你出一道 这不就是刘之党吗 对 适应了一个赛之后马上给你变了 对 这样才刺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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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球不更容易得分 对 其实真打也相识 梁静坤不会说太被动 不会太难受 因为他力量还可以 他可以跟你对看嘛 但是你看他很多球里都是这个两 几下就输 对 都是在前三板 他能够达到四五板以后 他机会就来了 对 能转换到四五板 这怎么真是都把脸折住啊 对 他们露出这个横幅 然后这样会感觉支持的感觉更强烈一下 露出脸大家看不出来是谁的粉丝 对 嗯 现在其实这些迷妹先看球都很职业的 特专业 在一个比赛中 比赛当中你要是有人喊的话 那边还有 他不让你喊还虚 对 哈哈哈 而且他们太整齿了 对 我这两天我一直在想 你看世界比赛的时候奥运的时候 我老在组织拉拉队跟你们加油 还不让这些迷妹去呢 就是他们这个系统非常严密 一直会哗一喊 同时一起一停同时停 以后就应该像欧洲足球赛场这种 还有虚声 哈哈哈 还有失鼓掌有时虚 你看这打成这样 对 对 他不难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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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成现实只要不给马龙的正手上位 对对对对 那你就好打一些了 对 就有机会了 马龙的球还是靠前三板和正手 对 他还是正手还是怕 对 对 他拼命测身了现在 他得测身 他不测身 他对反手他还是感觉不稳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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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马龙这个时候想打开局面还得发长 还得发长 要不你让梁静坤一点点的靠近球台了 对 他感觉就有点难受了 第一局时候梁静坤根本贴不上球台 全在后面 逆旋转还不发 就发撤下 这种球你梁静坤就不怕了 对 这个梁静坤那个发球为什么 他不会忘了吧 我忘了 我估计忘了 我估计忘了 还是怕马龙 还是怕 还是怕马龙堕特短啊 对 那 他应该试试嘛 对啊 你这一个没有打一局半了 对 那也是你该属体发球啊 该试试 你看你发这个 对 他可能感觉抢舒服 哦 漂亮 六平 他估计这样的话 小测拳的话 他认为后面的衔接他好衔接 如果发那个的话 马龙一摆他一个 到后面他板上不了手 他不知道怎么上手呢 但不是 但你现在发测拳也是摆住那短 摆你短 对 不 但对于马龙来讲 他摆逆旋转 肯定有风险啊 对 逆旋转球肯定会 测拳相对来讲 对于横板好摆 好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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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感太好了 对于马龙反正 对于马龙反正 好像也给了一个大拇指 给我 好像慢着头感觉啊 好像也给了梁静逸一个大拇指 这球非常非常难开 回本的时候 对 但是回来这么低 就拧下来 你看 梁静逸还是拧完以后的衔接式的主体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他不敢发这下 那不好衔接 他发这 他发这个那时候这些 哎 好回一下 对对对 对他好把他也在好把 我估计 好 这几个球下来之后 应该对自信心 还是有一定提升的 是 现在 8比6 这连锥了3分 对 对 还那么发吗 撤一下还是撤一下 对还是这么发 这就有了 哇这个线了 哇 啊 啊 这么打他有灰队机会了 对 这一段呢 马龙的变化呢 也没有前面变化那么多了 嗯 啊 啊 哎呀 这种高拍对决时候的杀气 能够感觉到哈 边打边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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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可能对马龙这个心理的调试也是非常重要的 哈哈哈哈 那个脚是怎么回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小后踢腿 在在在森林里面被灌木虫给绊了一下 哈哈哈 可能可以做成表情包 哈哈哈哈 哈哈哈 GIF那种 马龙这局前三板变化太少 对啊 所以显得有点被动了 对 他还是不应该打太多的相似 对对对 这边还得有一些这些变化里的弱点就是东西 全打一个点 现在的小孩的能力其实 对 也不差的 不差不差 从单个技术来讲 有可能单个技术有可能都超过了他这种质量了 对对 我觉得年轻球员他们能在那种有一些球里面迸发出那种闪光的瞬间 但是好像综合均衡的这种对比赛的掌控力好像还是比咱们主力选手要弱一些 就不能够一直保持这个冲击景 精彩的时候是真嗨呀 这三个球 同时也看到那个梁静坤的一个心理一些变化 你先了 看到过剩的希望了 对 你先了想赢了 对 所以好几个球在那种 算了都不够都很突然 包括一能以后这个人犹豫了 动作出手也不是那么果断 就是还是想薄一点了想赢了 加油水 加油 这个一上来 直接上来拧了 在局点之前先造到事 这马龙可以捅长了 全摆短 现在 哎呀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你看 你这捅长的 还可以捅长了 他现在队短的 已经上来 已经准备了 有这个意思了 所以你看他这几个一摆 摆得都很好 捅长了 你看 还是奏效了 这球再果断了 马龙应该发长的 发长的我就反拉的 我用正手队里就反拉了 对 发短的 马龙也站不住位 他其实不太舒服 对吧 他就是不太舒服 还不如就发长的 给你生干了 再次来到了局点啊 杨宁克这个逆旋转还真是忘了 真忘了 是吧 一会下去您跟他说一下 对 约谈一下 哦 啊 他感觉他发挺舒服 人接也舒服 一样 对 对吗 对 这个东西你打球再长了 是 是 你肯定要 你自己可能觉得不一定的舒服 但是对手也不舒服 这个时候他敢发一个 没得去 就赢了 因为这种关键时候 对 你变一下 对啊 那你现在这个时机一过 可能又不一定了 等你假如说这分要落后了 你更不敢变了 更不敢变了 你领先你都没敢变 你落后再变 你风险更大 对 其实你打这种 现在他是一号这种队员 你就应该有些搏杀吗 你就敢要 要 要变 就敢搏杀 你跟他想着 那种侥幸 想去弄大球 弄不 弄不了 打不动的 打不动 四平八稳 这么大 可能下风 擦吧 马龙这球呢 要发长的 如果指量 他可能怕指量发不出去 对 发不出去人直接抽的 他也挺难受 他如果像前面那样发长的 指量应该可以 对 哇 这个 他什么 他还是得有这种 让梁静坤正手去接 他的机会就大 对 他必须发出去一点 对 对 发出去一点 拐出来 对 对 那梁静坤现在这个发球更不敢变了 哈哈哈 因为现在情势已经发生逆转了 现在来到了马龙 马知道今天一直都为他那个不发 一直召集你啊 现在还不发 这场故意发不了了 这场故意发不了了 完了 哎呦 这个球 这个球马龙有点保守 对对对 因为这种球一看马龙站少了嘛 对对对对对 按道理占忧的嘛 这球一掉完以后马龙下一板没敢动 对 顶楼了 正常他下一板完 就是掉完以后就准备换测身了 他没敢动 犹豫了 双方刚才从第八分开始这个比分交替上 这个阶段很有意思 观众和球迷最喜欢看这样的 哎呀 刺激 很纠缠 这有打得好 这马洛西变成队位 马洛 만약想前一分我是发短的 我赢的 这一分你可能会过来拧 对吧 你的重心可能会过来拧 所以他发了个长 但是这时候 梁净芬正好 这个时候也等着了 现在这局点是第三次的易主 到了咱们熊大的手里 看看这个球 你看他发这种球 没太多的这个上手的办法 真的 你看金棍今天要输的 主要是发球 那个球没发 就是没发出那个球了 我就感觉就是想赢我 没那么容易是吧 那两 等于两局了 对吧 你的一个主体 而且他那个不是他的这些 平时不太发 他主体的发球 这个会不会也跟自信心 今天的这个比赛状态有关系 这不可能是忘了一样 他可能怕马龙接的会比较好 比较熟悉他这种发球方式 这个球你看就拆系列了 对吧 梁亦坤拆系列 上一眼你发肠子你说了 这个你肯定不敢发肠了 对 很果断上了我就抽你了短的 他就从发的又短了一点 马龙没拐出去 要拐出去才行 这局真的打出了口香糖精神哈 是 我去买点牙膏去 哈哈哈 你看这就真是忘了 真是忘了 他整个自己发球 你这种被人控制死死的 对吧 你完全被人掐死了 你根本就没有自己上手的机会了都 三次领线了吧 四次了 四次了是吧 四次了 我估计悬了 这么冰下去 这么个机会 他看到后面这个球他要向前面那个很硬篮 那还有机会 不能犹豫这个时候 也不能有其他想法 大家现在发球都很小心 是啊 挺难发的 因为他必须要拐出去一点 偏正守卫一点 对你还不能出台 对你还不能出台 对 你看都是带插网 他必须要压弧线啊 稍微高一点 那个梁静坤只有反手 直接抽死你的可能 哎呦 哎呦 马龙来到决胜局的第三个 第四个局点 有点都数不过来了 对 前面一个球梁静坤摆的挺好 摆完马龙 其实那球回的很高的 是 梁静坤这下没下去 没拉没拉出机会来 让马龙给强行转了 其实反手这一下梁静坤可以下去了 但马龙这个球转的很漂亮 侧身还反拉的直线 这个球我觉得就有点老道了 而且他的这个节奏 这个力量用的很好 他不是死发力的 借了点力 碰弄个直线过去 对 所以这就是这个比赛 对吧 到这个时候马龙可以想 他先脖子出来 他先脖子出来 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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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b